最後的話我們如果要取得入接到 其實我大概做一次連續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最後就是這個公式 如果你假設做一直出問題 你可以直接拿我這一段去比對一下 主要還是會用到三個函數 哪三個函數 就是Find加IfAir加Mid OK 那Find的話主要是尋找哪個字 所以尋找的話一定會是先尋找什麼 先尋找理 比如說區理零好了 應該是先有零 可是有些沒有零的話再去找理 沒有理的話再去找區 所以它有一個階段性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公式寫出來的話 那我就先在這邊優標先放 我建議你可以先放在H7上面 為什麼 因為F7裡面這個地址有零 所以我要先找零 我們先就是尋標先放H7 然後插入函數的話先用Find函數 Find的話是先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呢 找這個零這個字 所以你把這個零這個字打上去 OK 然後意思是說你幫我找找看零 零這個字 那如果有的話去哪邊找 我是找F7裡面 那你會發現它找到第17個字是零 OK 按確定 那你如果向上填滿的話一定會發生錯誤 當然不用跟向下 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 除非說它裡面有零 它才不會錯誤 可是呢 如果我第一個零 那為什麼會錯誤 因為它沒有零嘛 那怎麼辦 第二個步驟就是 如果沒有零的話 那就幫我找零 所以喔 如果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呢 它會發生Value錯誤 我講過啦 如果發生Value錯誤 你希望做別的事情的話 有沒有 之前我們是把它清掉 可是我不要清掉 我告訴他說 譬如說你幫我找零吧 沒有零喔 你就找零 如果沒有零 你幫我找零 那怎麼做喔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把這個公式不公安等號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第二個公式 什麼公式呢 邏輯 IfL 如果你找完之後呢 假如找不到的話 找不到就是這個 那就幫我繼續找零吧 所以你再貼兩個 下面這個改成零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零的話 那就幫我找零看看喔 有沒有零 有 向上填滿看看 有了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有零的 所以它找到了 有沒有 可是還沒 底下一樣 底下 你會發現喔 Value錯誤越來越少了 可是還有第三個 如果還找沒有零 也沒有零 那就是趨了 所以最後一個 其實動作一樣喔 一樣再把剛剛的動作再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再做一次邏輯 把再貼一次 如果這個零找完沒有 也沒有這個零的話 那你就是 再幫我找區 可是區這個公式 記得我拿上面 不是說全部貼喔 是拿這個 fine 前刮斧 0 有沒有 然後 豆點 f6 後刮斧 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可以了 如果 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里的話 那就再幫我找區 這樣OK 確定 那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理論上 底下我看過 應該是OK的 但是好像有幾個資料會錯誤 因為他地址不完整 好像有的什麼 他是什麼什麼 六張捷運站 他那個資料就不是標準的地址 那當然會出 我們暫時就不用管他 OK 好 那我們已經完成第一個step了 不過公式已經非常容易長了 有沒有 這麼長 但實際上是 分三個階段完成 你只要懂得把公式剪下貼回去 剪下貼回去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那可是不對啊 那接下來 我要再把他資料切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 這個時候游標就可以放H2 然後把公式不包含等號再剪下來 再出動MID MID 所以這個時候切到文字 裡面的那個MID MID的話就是這個 OK有沒有 然後資料地址就在這裡 tester就是地址 然後哪個字開始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因為 零里 應該是 這個零里區的下一個字 所以記得喔 加1 這個地方把加 有沒有 1 下一個字 因為零里區的下一個字 我們要的是 就是他後面的那個 路哪一條街嘛 可是第二個問題是幾個字 你不能說三個字 如果三的話 廈門街這個是OK的 萬寧街也是OK 但是下一個宗孝東 沒有路了 所以到底是三個字還是四個字 其實這個地方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用 就是知道他要幾個字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說我已經知道這個字 區 里的位置對不對 就剛剛這個地方 那我再來只要知道這個字的位置 他可能是接 可能是路 有沒有 可能是到對不對 那我只要把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這個字的位置 其實也不用fine 只要再多知道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再減掉這個字的位置 其實就知道字數了 OK 比如說這個算出來 這個應該 這個區應該是第六個字 第七、第八、第九 對不對 所以九減六剛好是三個字 那怎麼樣知道 這個路接道 怎麼知道位置 其實我用的方法 就是把剛剛那個 零里區的公式貼上 然後呢 有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他們規則一模一樣 我什麼事都不改 我只要把零里區改成什麼 改成路接道 這樣子的話 我就已經知道說 到底那個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在哪裡 路接 OK 理論上它應該是 有沒有 不外乎就是這三個規則 不是路就是什麼什麼 路什麼什麼 接什麼什麼到 所以我貼上之後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 它的位置在哪裡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再加個減號 再貼一次 得到三個字了 有沒有 所以哦 這個地方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的 比較不容易犯錯 第一個就先把剛剛的公式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有沒有 那有貼三個地方 貼這個是貼第一次 貼第二次 但是第二次的話要改路接道 然後再剪掉 再貼第三次 所以這個第一次 這個是第二次 這是第三次 這個要改路接道 然後按個確定 答案就OK了 為什麼你的數字是三 最後的那個 對 為什麼三 因為這個字的位置 這個應該是六 有沒有 台北四中三區 那這個是九 所以其實我剛剛是把 為什麼是三 就是九減掉六 得到就剛好三 所以三個字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所以反正我們只要知道前面的字的規則 也知道後面的字 剛好前面字規則跟後面字的規則 剛好都三個 所以我們就直接可以貼上 但如果它規則不一樣多的話 那你可能又要另外再 另外再處理了 OK 我只是因為為了方便 不然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還要在另外多一個欄位 處理那個 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OK 那這樣的話我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了 OK 理論上 我check過之後發現 只要這個地詞 不要是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 沒什麼 底下好像也有錯誤的 像這個是錯 這個錯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它是捷運站 所以這個怎麼辦 要不然你就是把它刪掉了 要不然我就覺得這個根本 要不然你就忽略不計 因為這個是 要不然你就是去查一下 那個六張捷運站的正確地址在哪裡 OK 這個應該它的資料本身就有問題了 好 那這個出來之後的話呢 後面就簡單了 後面我們就可以 把那個圖給畫出來了 OK 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今天最難的就是這個啦 沒有 OK Ctrl 字一下 所以我再把剛剛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1先做出零里區 2的話呢 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剪下來 那剪下來 等一下會貼三次 第一次不改 第二次改零里區 再剪掉第三次 就OK了 我剪下來 所以再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有沒有 再用MID 我最近使用過了 MID這邊會出現 然後地址 我先貼 貼的話記得這個要加1 下一個字 貼第二次的時候 這邊要改成入街道 然後再直接剪 我先貼兩 再剪 後面這個不用改 然後要改的就是貼 這個地方要改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零里區 改成入街道 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路的話 就幫我再去找街 如果找不到街的話 再幫我找到 好 那得到就是 廈門街 OK 就是大概這樣 所以 這個就是 除了要會就熟練 OK 慢慢 可能要多反覆練習幾遍 有問題的話 回去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好了 OK 好 那向下填滿 老師 也是 我直上 我 你 我 你的手 好 那如果假如 終於做 所以 假如你不會發這個方式的話 練土法練鋼 應該沒有人想土法練鋼 永遠做不完 OK 而且如果每天資料量 不斷會增加 會一直更新的話 那更是需要 一定要用程式的方式來解決 因為很多工作上面就是 它會有新的資料 而且 甚至有些時候隨時都在改變 幾分鐘就改變一個新的資料 甚至幾秒鐘都改變一個資料 那你怎麼用人工來做 一定來不及 所以一定要用程式的方式來解決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要根據這個 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我們要再看一下範圍對不對 H 所以多一個H來 H的3526 按確定 那一樣呢 就是在把什麼 把路接到拖拉到列 把路接到拖拉到直 那最後的話 一樣把游標放在B4 找到資料裡面的力道A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會按照那個數量 幫你排列 但是底下這麼多啦 底下這麼多 其實底下不需要 我想要知道前十名 所以怎麼知道前十名呢 最後的話 就是在這個列標籤 右邊這個箭頭點一下 然後呢 你找到一個值的 值篩選裡面 會有一個叫前十項的 有沒有 你就找這個啦 其實這個前十項 這個箭頭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 你只留下前十個 不然你五百多條 那畫出來那個表 這應該是非常非常的 太龐大了 所以如果你要畫圖之前 你有些不要出現的話 那你就前十項 這樣就OK了 看得出來吧 所以喔 資安最差的 一樣是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數量真的是多很多耶 你看 但跟其他的地方比起來 真的是 有點多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真的要租房子 或者是買房子 這邊可能要慎重 OK好 那最後的話呢 蘇流分析圖 我們用直條圖好了 就用最簡單的 那這個直條圖把它繪製 一樣放在第二上面 然後把它拖拉到M M欄好了 OK 然後 大概就十五列吧 好 那最後名稱的話呢 把它變動一下 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取名稱叫做 上面這個上面這個 叫做 入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好了 可以查 假設這個名稱好了 一樣喔 把這個標題 再稍微改一下 然後 習慣上我是這邊改二十號字 當然這大小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出體字 顏色你也可以自己調 最後會多一個圖例 這個圖例跟那個折線圖一樣 多的嘛 選它按Delete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 歷年來的那個 就是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條道的 這個 施竊的前十名就出現了 OK 所以如果回去各位有時間的話 其實可以針對 可以住宅以外的 比如你自己有騎腳踏車的 你也可以拿那個 有沒有 把住宅改成自行車 改成機車等等的 試試看 我剛剛講那個公式喔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假如一直出現問題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拿這一段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貼到你那個 或者你拿一個記事本 一個貼上面 一個貼下面 比對一下 也許你就會知道哪裡有出錯了 反正不要出錯就好了 公式其實 找到問題 有時候其實 我的習慣是一個step 一個step的做 如果你假設做錯了 就真的 光要去檢查那個錯誤 W有時候乾脆重做 有時候還比較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一點點 因為公式實在太廣長了 OK 好 試一下 那這麼長的公式 其實有的時候 反而 複雜的事情 好像反而比較適合用VBA來寫 所以未來如果像 這麼複雜的事情 可能未來 也許可以把它寫成VBA的程式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